青春版F22 普尔其五代机造出首块零件 五年后首飞 在高技术武器方面 普尔其拥有着超乎自身国力的报复 在林林总总的先进自制武器中 由土尔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研制的TFX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是最具挑战难度的产品 不过 它的第一块零件还真的造出来了 总算从PPT阶段迈开了第一部 其貌不良的这个部件 据称是航电设备舱和内部武器舱之间的支撑隔板 根据土尔其军方今年7月对外正式发布的时间表 首架原型机会在2023年下线亮相 2024年完成关键设计审查 三架Bogging P4原型机计划 在2025年前后生产完成 首飞将在2026年进行 从气动布局上来看 TFX简直就是F-22的翻版 还采用类似的加莱特进气道 而KF-21也用了这一个 一方面说明其强调高速性能 另一方面可见取消了进气道隔板的 DSI棒式进气道并非那么好造 它的机长达到了21米 比F-22还大 体型几乎合缩负57类似 因此最早该机曾打算 使用两台欧产的EJ-200发动机 也就是台风战斗机用的 但单台EJ-200加力颗粒只有9吨 不适合重型机使用 因此它也排除了另一种 美产中等颗粒均用沃闪 通用电器F414 这也是另外两种新型五代机 4.5代机KF-21和印度安卡的标配发动机 推力为9.7吨左右 虽然EJ-200和F414的魔改型EJ-230 F414 EP-1推力都能达到11吨左右 但都需要砸钱完善